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来给大伙表演一段相声 其实一个人说相声 比较难 更何况呢 谢谢 谢谢 不是不是 看那 谢谢 有病啊你 你干嘛去 你这不是跟我求合影吗 谁跟你合影啊 不是张潘你发烧了是吗 俩事啊 第一 我没发烧 第二 我不叫张潘 改名字了 改名字了 那你现在叫 现在我的名字叫 叶赫纳拉 鼓励纳扎 迪丽热巴张潘 你这仨女人的名字 这显得洋气嘛 洋气 对 你看我们这娱乐圈 我们都叫这个名字 不是 咱这个叫相声圈 不要咱啊 不要跟我咱 你们相声界 我们相 我们是影视圈 你们相声界 不是 不一样 咱 对吧 别咱 咱俩的搭档 已经终止了 那咱俩这搭档13年 这就 不要再跟我提这段孽缘了 好吗 不是我问问你吧 你为什么要去影视那圈里 挣钱多呀 不那我问问你 这影视圈里能挣多少钱啊 你先别提我 就我那八个助理 你们算是吧 不您等会儿 八个助理 八个助理 你用的过来吗 这还谁告诉你用的 我就要气配啊 前边四个 后边仨 当这八个助理 不您等会儿 等会儿 过来 那这少一个呀 你还得有一个 那不得高楼上 拿着望远镜 看我的安全吗 哎 你们这都吃饱了 撑的 不是 我不问你助理 就说你 能挣多少钱 我一天是一百万 这么多 你这你咬什么牙 我得向他们看齐啊 你得一打住 我一天才一百万 打住 停 像你这样的演员 就为了挣钱 那演员的意义是什么 价值是什么 你呀 别说话 就你 就为了挣钱 就为了奖牌上 后面子 就你这样的演员 拍出来的戏 那观众们 咱们看到的是什么 我现在就以 个人的名义问问你 你们圈里缺人吗 一天一百万 一天一百万 是我爸爸一辈子挣的钱 一百万 真的 我说实话 一百万 他要这么说 他算个明白人 那当然了 这道理很简单 你也明白 我一天挣一百万 你爸爸一辈子 才挣一百万 是啊 我一天就能当你 一辈子爸爸 这个事 人家打问 你先这 咱没有拿爸爸换算的 你知道吗 我这么说 你不是能理解吗 我已经理解 我就想多挣钱 想进这个圈 想挣钱没有问题 前提条件 你想进影视圈 你拍过戏吗 不是那 不是我不拍 是谁找我拍 我跟谁拍 你跟他们说 你跟我拍过